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怎樣提兩個字 加個問號 就是反彈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淒涼 跌到天翻地覆 大幅低開後 輾轉一直跌 跌幅越來越大 下半場更加跌 一度跌超過800點 最後全日稍稍收窄跌幅 大約要跌724點 收26,926點 成交866億 今天市跌到天翻地覆 日月無光 本地經濟股是其中一股 還要下跌動力 其中新地地產股 就厲害了 跌很多 加上友邦 友邦也大幅下挫 亦有大跌幅 令市跌至700多點 說回整個市場的情況 記得上星期三節目 提到四個字 小心背池 恆生之助上星期 初段至中段一路上升 但現象出現背池 叫大家小心點 結果今天明顯下挫 還跌成這麼多 走勢就弱 更加重要 就是無論在消息面 以至技術面 都是有啞地煙的情況 先說消息面 消息面 無論香港外至香港內 都令大家憂心餘憤 先說香港外 香港外跟美國有關 中美貿易戰 上星期本來市場傳出來的消息 我提過有些反覆 反覆得來偏向正面 但隨著特朗普說一句 一番話之下 大家對形勢判斷有些改變 覺得潮影負面 特朗普說甚麼 特朗普還未同意撤銷關稅 之前加落的關稅 並未同意撤銷 強調美國人需要好的協議 有理他們的協議才會簽 又腦吊重彈 又說中國更加想簽 這個貿易協議 比他們更加想 換言之中國更加心急 說一說 大家就有些心糧 心糧這一節的糧 原因就是 上星期中國官方說了 如果要簽協議 撤匯 之前的關稅一定會在協議裏面 換言之 如果沒有這個細節 就不會簽 這個意思 中國現在這樣說 特朗普就說 未同意 大家就有些憂慮 究竟能不能簽到這個協議 所以今天 特朗普的消息入市後 市場立即出現反應 特別是外匯市場 看到人民幣走勢 看到之前曾經升穿7水平 美元兌人民幣 現在上去7 換言之人民幣走弱了 之前盛住中美貿易戰 有好消息一度發威 但現在明顯 反過來走 先看到幽形足圖 先是 就知曙光 初現 接著再來一枝小羊竹 走勢弱了 美元強了 人民幣弱了 與此同時 美匯指數都見到 弱了 去到98.3 這就是小箱底 小箱底之前做了 然後尾段就抽穿了 小箱底穿了 再量度上去 可能要升多一點 要去到99水平 完成箱底的量度升幅 原因都是這樣 就是剛才說過 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再出現 偏向負面的形勢 負面的發展 令大家風險未立 多多少少受到打擊 所以美匯指數就抽上去 這些情況是不利的 這就是香港外 香港內 令大家很擔心 因為今天社會運動進一步惡化 很多情況出現了 又燒人 又開槍 總之很多身體傷害出現了 不僅如此 出現衝突場面之餘 市場仍是謠言滿天飛 聽起來令大家有些 是否真的 是否是 就是大件事 的感覺 雖然 幸好後來都澄清了 這些謠言包括什麼 就是謠言 香港會實施緊急法 然後會停市停課停學 什麼都停了 這是其中的謠言 另外又說謠言 金管局會限制香港市民每天提款限額 幸好剛才說了 已經一一被香港政府當局 以及金管局當局 澄清了謠言 但是在開市期間 這些謠言不斷湧出來 不多不少都令市場人心虛脅 擔心起來 就算不是真的很害怕 至少對氣氛有影響 受到這樣的謠言困擾 就算你不太相信 你也會受到情緒 是多少會受到影響 所以今天下半場 尤其越跌越多 其中的原因 加上謠言滿天飛同時 香港港元的利息抽上去 已經抽到八月中比八月中更加高 八月中的時候 曾經香港的社會運動 曾經比較吵架 然後就好了一點 現在隨著今天的情況 加上謠言之後 又抽上去 令大家其實就想 以為港元會抽上去 是不是真的有事 當然 冷靜地分析 港元會抽上去 很有可能 跟阿里巴巴即將上市有關 港元的需求增加 就適合自然上 理性的分析 就有可能 令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 阿里巴巴有關 但是 在今天整天的氣氛裡的影響 大家可能有些人 會把聯想到社會運動那邊 在聯想之下 這個形勢對港股更加構成壓力 這就是消息面 技術面 都是叉叉第一的證明 上星期三都提到 二百天線的情況 好像見到沽壓不少 雖然星期四前曾經抽穿了二百天線 但星期五就突然跌穿了 即是失而復失 二百天線 亦可以叫做架升破 形勢已經是弱弱的 加上今天再跌一跌 更加遭高 上星期提到 小心背持的其中一個元素 上星期指數未跟隨港股做好 形成了三角形 只是一個代變走勢 而且上星期末段 後段或是逼三角形頂部 明顯回軟 走勢轉了弱 與港股的走勢有些背遲的情況 今天更加跌穿了三角形的走勢 跌穿了三角形底部 淺藍色這條就是三角形底部 穿了走勢是差的 總而言整個形勢仍然比較令人憂慮 只不過中線形勢令人憂慮 同時短線有可能反彈 原因是幾隻重要股份 跌到重要的支持位 估計再靠近多些重要支持位 就會出現短線的反彈 看到有邦 重磅股逼近100天線 上證 上證剛才看完 其實逼近前浪底的重要支持 大概2,890點左右 國企指數也是 逼近100天和50天線的支持 只行伸指到自己也是 雖然穿了這條100天線 但已經進入了密集區 大概是26,500至27,000之間 已經進入了 亦逼近50天線 所以到此為止 估計明天可能會再述勢 跌多一點 但跌完明天 有機會先出現短線反彈 整個關係 今日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